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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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的訪問北京明天明天九號 那他要跟國大辦主任的宋濤會面 那下午呢還要在在這個的京京京京京京台商座談 京京京京京就是北京天津河北的還有這個 進三西嘛這這這這這麼大一塊地方的台商來座談 那北京台商的表示說的將集中反應的AQFA的後續 同時的希望能夠擴大兩岸直行點貨物通關的跟快速 會希望能夠快速恢復兩岸的商務專業人士交流等等的問題 這些都是在大陸疫情開放之後的最迫切的問題 好不過呃 那下連這個時候呢去北京訪問的時候呢 民進黨呢又又又開始在後面呢在在吹吹哨子 又開始在酸在罵又扣紅帽子 下連去年選前他已經去過了 去年的八月之後呢他已經去過一次了 那時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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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時候呃 舉步圍堅了 就是選前嘛 壓力很大 國民黨呢在二零二二零年的那次重大挫敗之後啊 嗯 信心呢 底氣不不足 那那是朱立倫接了黨主席之後呢 比較大膽的兩岸的動作 好那下連去 但是下連那次去呢 除了重新的恢復了在疫情之後 兩岸之間的互動之外 那同時呢從事後的九合一的選舉來看 不只是台商大陸的在大陸生活的台灣朋友們 那重新的跟國民黨呃凝結在一起覺得國民黨還還是願意呢為了台商為了在大陸生活的台灣朋友的方便跟福祉願意去冒險的 就去大陸是一定會讓你民衆党湊非常久的而且會不斷扣紅帽子想要用用紅帽子一頂一頂的呢要成為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頂帽子 但是就因为这个情况下面的夏立言的到访上次去夏天算很低调 不过我的聊了解台商的反应的是很热烈的 而且是很真诚那甚至于了哽咽啊 那眼眼眼眶的饭泪啊 就觉得一方面有疫情了 再来两岸关系紧张啊 让他们的生意日子返乡都很麻烦 好那夏立言这一次呢 再再次的再次的登台 多了一个背景的声音 就是那颗流浪气球呢破裂的声音 那颗流浪气球破裂的声音啊 让台湾的民家又兴奋了 我说的就是民进党在九合一大败了之后呢 他在两岸政策路线上面呢 他就面临到了一个困难 虽然呢检讨个半天了之后呢 好像也觉得这是一件事 这可能对于民进党不好 但是你要知道他把抗中保台 改成和平保台 把抗中呢 用一张呢 A4纸呢把它盖起来 写上和平两个字 他不是写给你看 他是写给老美看 民进党所有的两岸的语言 他都不是给台湾人看 他都是给老美看 老美喜欢什么调子 我就唱什么调调子 让呢让美国点歌 美国美国呢点你点你点你唱 唱唱快歌 你就唱快歌 点你唱慢歌 你就唱慢歌 那完完全配合美国的心情的需要 这个是民进党的特性啊 那台独与其说是民进党的 民进党在操作两岸的牌 不如说是民进党在操作呢台美关系的一张牌 当美国呢希望呢台独的这张牌呢稍微亮一点的时候 他就让他亮一点 那觉得哎美国最近好像听台独听的有点烦哈 那吃台独菜呢吃得有点腻的时候呢 他就把把把菜呢的浓淡调一下 把菜色呢稍微换一下 那看能不能够呢让老美呢继续吃得很开心 这个是呢民进党的调子 那九合一败选了之后呢 民进党觉得天哪 这个呃尤尤其我说的当十一月十四号去年 十一月十四号习败会 你看到呢在巴厘岛这么漂亮的地方 在慕莉亚饭店 有没有慕莉亚我住过的 在慕莉亚饭店 那个是那个是呃 习习里面北京代表团呢 下下榻的饭店 他离他离巴厘岛的那个主要的区块 他既不在乌布 他也不在那个 也不在库达区 他其实离乌布跟库达区呢 都有一段的距离 是在巴厘岛的东南角的那个位置上上面 那靠海边 好那 你看在在慕莉亚那样的地方呢 两个人啊 谈的这样子 这样嘻嘻哈哈的很很开心 就知道就是都 老美的在跟习近平挑十一月时照见面 我根本不care你民进党的选举选举 而且我根本不喜欢你这种的调子 我要我要我要换key了你都没跟上 所以民进党大败 可是 大败了之后 那蔡英文就就只有两个选择 一个呢就是 重新挑挑挑个key 跟上美国的key 跟上的拜登的那种的中美缓和的调子 美中缓和的调子 本来前两天布林肯都已经要的到了吗 那这个呢是一个选择 原来败选了之后 你看到民进党的 倾向调子是这个调子 可是当那颗气球破了之后呢 哎美国的现在的又又又开始的口口水乱 乱喷了口水乱喷 布林肯说不去了 然后你看到的台湾的民家又兴奋了 为机会来来了 哎终于呢 这个好像台独牌呢 又可以又又又可以打了 又给你又可以肆无忌惮了 那中美关系完了 可是这个中美关系完了 如果如果你看到今天 好来 因为各报都都有了 但是我拿中国 因为中国时报做在头版头上面比较方便 那中国时报做头版头说 拜登说呢 极落 侦查气球 当然不管是侦查 不管是气球 不管是 不管是航空气 那总之都是一种的 政治字眼的秒 秒说我说你是侦查气球 这就是你是有动机的 你是有军事用途的 你不是什么民用或者民营的 那你你是怀意图不不鬼的 好但不管讲拜登是说 极落这颗气球 不会消消弱呢 美中关系不会改变了美中关系 现在的走向 拜登这样讲就定调的效果 你你你不要第一句话 他讲这句话并不是场面话 我我我其实不意外了 我说像这种的大国日政治啊 习拜会是一个是一个是个战略定调的会议 他会定多久 我不敢讲 但是一定会持续到拜登的竞选连任结束之后 才有再检讨的机会 基本上面的他就会循着这个战略的调子 就是拜登等于在告诉你 我现在操作中美关系的这个调子 虽然呢大陆也不喜欢 可是呢既有既有冲突竞争 那也有合作的这种的调子不会因为这颗气球而改变 哪这么简单一颗气球就要把我呢十一月十四号千里条条到巴厘岛跟习近平谈了三个多小时的那个基本的调子那个key就要把他给破坏掉不可能好那这句话出来之后呢我估计呢民进党今天呢大概呢又又会开啊开始慌了就会说你以为以为可以可以可以轻轻轻松的几个月啊不看来并没有啊 好的拜登的意思拜登这句话讲完了之后呢我估计了布林肯的访问北京的也不会拖太久 来先进广告 好那 你有你有你有广告广告期期间呢我稍微的解释一下就是反正我我昨天呢就就离得临时呢也不是零零时啊昨天上午的上午是因为的家里面有点有点事情 那我本来以为呢大概大概两两三个小时呢能办完但是后来 后来办不完 我这早上一看哎苗头不对啊我就我我就赶快跟奉行说哎我可能会赶不赶不回回来好那那那我就问他请奉行的赶快的找代办睡了之后昨天呢就 就一整天的时间了就就就反正的就就办私人的事情 本来昨天下午呢 呃联赞联爷爷的这个新新书发表会啊 其实我我几乎不参加这些活动但但但是 我我这下午本来是已经都准备要去了 那 跟奉行的也都讲好了 但是后来 也也因为呢 这自己的事后来呢 也没去成 啊反正就这样 那没关系好那反正呢反正呢今天开始呢大概就都恢复正常作业 其他的家务事情呢 这个就是反正就是这些一些的日常琐事 啊来咱们的听众不管在哪里呢都跟大家的说说早安好现在是3800位的观众的在我们的线上 好我刚我刚刚的解释当这这这这我的判断了你在你在听常常讲话的时候呢我除了把新闻的背景跟你说之外我的理解 那我的 或者我所知道的幕后的提供给你之外 那另外呢就是我的我的分析跟跟判断就就是我的分析跟判断你当参考听故事好了啦 你也不要把我把他当做好像我拿着水水晶球的在跟你讲话 我不是啊 好那 呃拜登这样的讲话之后 那我估计的民民民民民 przede民党这个星头一驚啊 以为 以为以为这颗的气 可以呢把中美关系呢起码的不要说的到倒退三年 那倒退了三个月中总有吧 那看起来 恐怕连三个月 Job 不一定啊 哪 拜登的这个掉 那就看就看北北京的接下去怎么反应 剑比赛对的 昨天深夜释放这个掉子之后 北京方面 下一动的回应是是什么 其实 我我之所以从前两天的我对于那颗气球所引发的争议不悲观 因为F22打到了 因为F22 把那颗气球击落了 那说击落就把它本来就会击落 这有这有啥大不了的呢 不就是那颗气球 我也可以不让你击落 如果那颗气球 的操控性 是如大家的会声会影包包括我 我在看他的飘飘动的轨迹的时候 我判断了 他如果继续这样子飘下去 飘过大西洋进欧洲了之后 他是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地方 搞不好是可回收的 那你说可回收的气球 很厉害吗 我也我也不敢说多厉害 因为因为气球的功课 我也是最近才在跟着跟着做 以前看到的时候呢 就不当回事 因为总觉得那个是上个世界七零年年代以前的新闻啊 那时候才会有有气球啊空飘气球 比如现在三十八度线了周围啊 南北海呢 尤其南海呢 还常常搞这空飘气球之前金正恩都还complain过 说了你气球过来我就把就打的打下来你再敢再敢的把气球放过来 那我就跟你翻脸我们就不用见面了 啊所以呢在三十八路线的边境或者两岸之之间的过去金门呢也常放一些的空飘气气球 那当然去大陆也常放一些空飘气气球 那到台到台湾来 好那我总觉得那都是老老故事啊 不过 那这颗的这个气球看起来 在技术上面来来讲的又拉一阶 最少以我们所了解的情况 但并不是说美国就没有这种的技术啊 美国的美国的美国的气球曾经制空 制空五十几天啊 那环游世界一周啊 当然那个高度性质 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不过大家互相用气球去做一些的 做一些的 军事或者准军事的试探 大家都不要装 就是美国在炒作这种的问题的时候呢 把自己打扮的太清纯 那也很恶心 就是大陆这颗气球 他的性质到底是什么 我不敢讲 美国美国说他是 他是有侦察性质的 大陆说没有 那就是民用的 大陆他不是说民营啊 他说民用的 民用的气象 而且美国在过去 美国在去年我在 在星期一和凤星了 在在政经龙凤沛里面 我提到说 其实美国在去年 二零二二年的四月份吧 美国都还送了好几颗的气球 对大陆的东南沿海 进行了一波的侦查 在过去 二零一八年二零一九年 大陆的坚持 也曾经击落过不明的气球 但是大陆并没有去炒作这件事 是自己打着打下来了 也没有去炒作说 这颗气球呢 是谁的从哪来的 打下来之后呢看到了什么 就 就新闻就是 一顺就过去了 跟美国这一这次呢 炒作了几几波 炒了几天的时间呢 这非常的不一样 一月二十八号看到了 但他因为他他进了加加拿大 一月三十号呢 又回到了美国 到了某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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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义勇兵三行的核核导弹的弹坑啦 他一定是来侦查我们的我们的弹坑 我老实讲那个弹坑我需要用气球去看吗 弹坑卫星都看得清清楚楚楚啊 卫星能看到的弹坑跟气球能看到的弹坑没有什么不同啦 那我看到弹坑又怎么样呢 看到弹坑就会就就就死吗 我我看到你脸上的青春痘 用卫星看到跟用气球看看看到你的你的感觉不一样吗 好然后呢就开始大作文章 我说你你真的打路打路就蒙大拿就可以打蒙大拿你把他打下来 你放下那个蒙蒙大拿之后你稍微了了解 整个的州基本上就是个大大牧场装装什么呢 就是我我在在台湾我过去我过去工作的时候呢 跟蒙大拿州的如果有点关系是在我跑经济部的时候 每次的美国要开放肉品进口的时候 蒙大拿州的就打打投证敲锣打鼓的开约开记者会 然后有时候呢是让你的是试试一下 我们蒙大拿州的美美国牛肉多好 那个时候还还没有来来个多白 好那有多好 然后然后呢送你以前的蒙大拿的小纪念品 我对蒙大拿的蒙大拿整个整个州他们的他们的这些呢 州州长啊等等的都都都讲过我们整个州就是一个超级大牧场 好的他们装就是好像装的大家都不认识蒙大拿州一样 好但是到最后可以让你打下来 要让你打下来 我说那个对我来来讲了我我我说那还是我的推断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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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万 在离地表三十公里左右的地方降下来到十八公里的地方呢让你F22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打下来 如果他是可可控的那简单讲那就是习近平让你打 习近平跟拜登说好给你个面子我降下来让你打啊你们打打准一点不要自己在在漏气没没打到或者呢打不准那你不要怪我那个是你们自己的技术问题我降下来让你打 所以能够到那样的一个高度啊甚至军方的是自己的都还能释放是是出影片我昨天看了那美国美国美国军方的影片就是能那个那个 那个F22战斗机操作操作最后的近近距离的那个角度呢拍拍摄发射响尾蛇飞弹的把那个气球那个给击落的那个影片 你在F22可以很正常操作的高度那个那气球的高度已经降低很多了能够降到这么低 如果那颗气球是一颗的侦察性的气球那他是可控的特别是高度应该是可控的那就是习近平把气球降下来给你打我讲习近平说中国大陆的意思啦 用中国大陆降下来给你打好那表示中美之间在这件事情当当中来讲我也给你个面面子好了那打下来就好了就算了 大家接下去外交上面的互相叫一叫那都是过场戏那都是互相演而已大陆你要骂一骂说能这为我违反了国际惯例我那是民用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那我要保保保留什么什么那美国方面的也会的指也会也会的指责拜登就好那我叫我叫我叫军方打下来打得非常好但是这些的过场戏话都讲完之后就过了再过两天的不会呢再有人去care这颗的气球怎么样点多将来呢稍微提一下但是拜登的意思就是说过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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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那这该讲的都都讲完了就回到了我们原来的轨道轨道上面 这样的一个讯息出来了之后呢那对台湾来讲的民进党的大概就就知道所以民进党以为说了这个时候夏立言的登录的时机是不对的错我跟你说我我就是夏立言这个时候呢登登录拜登的简直就是在为夏立言送行啊 夏立仁明天才要见宋涛拜登今天讲话去干的好你民进党可能还在那个非常僵固的思维里面以为说呢 告诉你美国看到的夏立仁的这个时候到北京的去跟宋涛见面美国铁店很不爽的补第一个台商是很爽的 我跟你说在这一波 在最近这半年里面 我认为在大陆的台商群 群体里面对台湾政治的态度 又到了一个新阶段 那个对民进党的不爽 已经到了异于言表的阶段 民进党不要低估这件事情 就是台商过去大部分都是人 但是呢 当他们真的有难的时候呢 你始终的都是把政治放到最前面 那个不爽 不止呢对于台湾 会有有影响 对大陆会有影响 我估计今年三月的两会 今年三月的两会 以宋涛最近的动作来看 今年三月的两会 我觉得大陆的台商 台湾人在今年的两会里面的角色 会提高 会用会用怎么样的形态会呈现 我不知道啦 我只是感觉 那可以看一看 反正是三月快要到了嘛 好那夏立炎这个时候的到访 台商当然会欢迎 好那 他主要是关怀台商啦 跟最近宋涛在做的一样 当然民进党要继续去炒炒炒作亲共啦 妹妹共啦 扣红帽子随你扣吧 我只是说民进党要小心 拜登的讲话 是在为夏立炎祝福 是在为夏立炎送行 跟民进党想的非常不一样 那蔡英文我也讲了 在上个星期呢 台台商的春酒会的时候呢 蔡英文的讲话 我还公开的肯定过 我说哎反应呢 比我想的中中快 那个调子也还可以 虽然要回到九二公司不可能 可是最少不会更糟 那邱太三呢 也讲的话 起码呢 把一些食物方面东西呢 先克服 满足呢 台台商的需要 那直行点的增加 那让让台商的通关的更更便利一点 或者呢台商的在讲到的 那这个货物通关了 快速恢复两岸的商务专业人士交流 人员的往来 商务上面的往来 不要呢 再找一堆莫名其妙的理由 过去呢 用疫情的挡住了一切 台商人快受不了 我今天的七点钟的是时段了 这段的访问呢 大家可以听一下 今天七点钟时段呢 我访问的是黄青永 黄青永呢 是Digitimes 就是台湾的这个在竹客园区的电子时报 的这个创办人黄青永 那他是个聪明人了 但我多 我知道他也访问过他几回 那我黄青永的这本书呢 细导的维雨基半导体与地缘政治 因为 因为电电子时报的是台湾的电子科技产业里面的最大的 Data bank 好 那因此的黄青永的在在写书或者说的在 在演讲的时候呢受访的时候呢他大概都都是都是引用引用大大量的就说呢这个Data bank里面的所整理出来的数字 那他提到一点就说 老实讲今天台商为什么在乎我我我觉得民进党千万不要再昧着良心以为两岸之间的持续的恶化跟冰封对台湾是无伤的台商今天如果在能够在全世界以科技包括台积电如果能够发光发热 如果没有过去的大陆市场如果没有过去的大陆市场不要说台积电其他的电子也都办不到 因此今天 台商尤其在高科技领域里面的台商 刚刚黄青永的访问里面呢他提到一个数字他说全世界大型的代工的企业就是大大规模的量产制造的这样子一个一个制造业的体系里面的企业的前30名前30里面 有百分之七十二都是台商 所以台湾的重要性不只是在台湾的台台商更包括大陆的台商这百分之七十二就是全世界的大规模制造 的前30里面里面百分之七十二都是台商 因此 这些的台商本身能不能够很正常的 在生产制制造供应链的体系里面正常的运转对这个世界影响是非常大的他同样的 台商今天的能够到这样一个量体这样子一个规模 也是因为大陆市场的关系那是一个 那是一个共生关系 在台湾如果 你听了就说很多的这种的民民进党非常的土我我说本土没关系不要 你要强调本土我都还没意见 那是人人性但如果土那就不是了土土土就跟你的跟你的夸了提就有关了 那没关系啊就是如果如果今天今天大陆不行 那那台商就你离开吗到别的地方去 台商只要离开了大陆我不是说就一定就不行就再也不会是你现在看到的台商跟现在的全世界 讲到台湾的时候呢就就觉得有点担心 全世界的总体的制造体系里面 能够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接单大规模制造大规模供应的 百分之七十二 前三十大里面百分之七十二都是台商 我之前也讲过这个是我在大陆的大陆的进出口的数字当中看到每年几乎都一样 大陆的出口的前二十大 大概大概都会有三分之二也一样他不是这数字数字三分之二都台商 出口的前二十大不管你是到美国的到世界各各地的 大陆出口的前二十大所以大陆的朋友也真的不要低估啊 台湾有很多大陆朋友 因为你对对这些的数字的背后或者对台湾的制造业的实力 他他他不是品牌化但这些制造业的实力 他在全球的供应体系里面是非常重要的 那依托的大陆的这样子一个一个大的舞台大的背景 那你说 这么强大的生产体系 大陆的总体的出口大多大陆是世界工厂可是老实讲这个世界工厂里面的最主力的身材 还是在台商身上 不是只有富不是只有富质康而已啊就是大量的 好那如果离开了大陆会会离开了大陆 我告诉你台商就不会再是现在这个样子 所以千万不要说没有关系 两个关系不好此处不留业自有留业处去越南 去印度你去呀 我跟你说 每一个 台商能够在大陆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面能够发展到今天呢 让台湾的制造业体系膨胀到 今天的全世界 好像的少不了台湾如果台湾这样一个生产体体系的突然间的毁了 大家能够真的很很麻烦 你想前三十大百分之七十二呢如果呢都都是台商当然很麻烦 那为什么离开不 你能够在大陆发展的很好 语言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因因素 那个地方大陆让台商 很自然如鱼得 都是讲话的都是通的 你为什么呢到欧洲去投资你都会到英国 因为他有英文勉强你还懂一点 你为什么都大部分都到英国 脱欧洲大家很痛苦 同样的今天到越南到印度你你通吗 不行的 台湾就跟着玩台商就玩 了